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实力码里看,你会见到这场同程实力码是4匹 如果你看看这些码的没断指数,你会见到其实没有什么码是懂得加速的 只有2匹,发财好似,以及这匹的喜盈于心 不过喜盈于心,他这次派外档,即是形势不是那么有利 这样形成,整扎的同程实力码没断加速力不强 这样变成你要特别留意放头的同程实力码 而且没断断的 正正就是这一匹的发财好事 他在前仗是大胜两个多身位 即是说说过,在草地赛赢两个身位以上 加分加榜通常都有 当然啦,这场赛事是12月 好了,说回这场赛事是轻胜啦 不单止这样 这场赛事是2-8-3 如果你去赛事水准高低,尝试打2-8-3 你会见到这场其实是一场非常高水准的赛事 因为被他弹掉的金化胜势 两个身位以上 刚刚好,这些马其实都是树杖在田草1200-1400 会赢的 甚至跑12名的冰雪棋鱼 也是会赢菊草1200米的 甚至桃花胜都会赢的 这场的2-8-3是一场高水准赛事 因为树杖非常多的马 而且被他弹掉的马 也会赢,赢,赢和赢名 不单止这样 如果你去你的数据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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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选2-8-3 你会见到,发贼很少跑第一 被他弹掉的2个身位以上的2-3-4名 是有缘人 金化胜势,刚好 好,我们试试看这架码刚刚好,有缘人 发生了,看它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那你就在这个283就选择所有的了,是不是? 那你会看到,首先我们看这批的有缘人 看到吗?283长治 这批的有缘人数仗同情,跑第三 接着四班千四赢,再赢,是吧? 即是在四班两边 那如果你看283跑第三名的金发胜势 那树仗马上赢同情,不单止这样 四班赢千四,三班赢千四,之后再进桥 那另外那批跑第四的刚刚好,283 那其实他树仗赢了田祖千四 再赢了田祖千四,再赢了三班 那就是说,其实这场赛事 这批的有缘人 发生好试,在这场赛事 弹了那批的二、三、四名的马 其实大部分都是四班两边 而且另外两批是三班都赢的马 那就是说,其实这场赛事 是非常之高水准的赛事 那如果你看这批的发财好试 好了,他说十二月赢完之后 那我们看看发生什么事 那其实他就加了九分 那就加了 休了几个月没跑 那为什么加这么久没跑 我们不知道 因为这些资讯 掌握在列马斯的身上 但是他这么久没跑 上将虽然是跑第九 但其实都是输五个身位 而且他说是一场非常快的 在步骤里面才断的 那你可以这么说 那么久没跑 跟着上将是叫做以身 金像是有机会 是以身之后可能有表现的 那当然,这件事我们要估计的 但是不要紧了 如果这批是热门 估计就不值了 但是这批前仗 是这么高水准赛事 是弹掉了 之后那些马赢的马 今次比10倍比拼 那发财好试 那其实是这场的赛事 加上红程的实力马 没断 不是那么多有喘劲的 那完成这批发财好试 这次也有很大机会 在前面放头的话 那就是说 这批马比10倍利拼 其实这批马是属于一批的 同情放头实力的冷马 OK? 那就是说这批马 其实是抵博的 那当然啦 如果你喜欢这批马的话 你可以考虑拿它来做Q PQ胆 买QPQ拖短棍的 或者你也可以考虑买 即是拼这批马的马铺 今天第二批值得你留意的马 是第九场 一批田草1400米的 六马 潘顿骑的少爷仔 那为什么这批少爷仔 值得你留意的 如果你去第九场的实力马那里看 你会看到 其实这场的放头实力马不多 是不是? 那如果看同情的话 就有一批资道在乘 但这批资道在乘 其实它不是一个正宗的放头马 而一批正宗的放头马 通常是一个二郎 他们都是这样去估计的 那如果你看二郎 它上仗跑千四 之前再跑千四 即是它上两仗的千四米 其实它放头那个 前速都是负的 那就是不是太快的 如果它放的话 相信做快捕捉的机会 不是太大 那就是说 有较大的机会 是中等甚至偏慢的捕捉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就是同情的实力马 没断 有非常强劲、喘劲的马牌 特别值得你留意的 那你去实力马那里看 这些就是同情的实力马 那如果你看到 没断的喘劲的话 是不是? 零零射射射 有一批是突出的 是1.12的 没断指数 另外一批也是1.06 那其实这两场的赛事 看到吗? 都是少爷仔 那如果你看少爷仔的 没断 上仗 它是做到21.900 那如果你和这些同情的实力马 比没断的话 其实它是零零射射 突出了 而今次这批少爷仔 上次是入销 紧负的 今次是配 TOP2的骑士 潘顿 是这场的赛事 就是 部速不是太快的情况之下 而 所有的马 主要斗的是 没断的加速力 那这批少爷仔 就零零射射 是突出来了 那就是说 如果这批少爷仔 你喜欢这批马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 拿它来做Q胆 拖技不配购买Q 或者 将这场赛事 作为你Q过关的其中一场 如果你已经是 职业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的用者 我就建议你 将刚才教你减码的方法 运用在每一场 当你有这个表的时候 其实你所浪费的时间不多 很容易找出那些码 所以建议你将你所学的减码方法 运用在每一场 这样做 结果会是 你可以找到非常多的 有价值的 有价值的 实力的 冷码 OK 如果你是新手 不知道怎么去选码 我就建议你 在我们的BurlainBurlain Channel 里面的playlist里面 特别是职业团队 选码秘谓的片 就记住看多几次了 因为里面有很多 关于职业团队 如何选择实力冷码的方法 和你可以学到如何运用这个表 轻易找出这束码的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 就建议你多看里面的影片 当然啦 如果你还没有职业牌团队 计算表专页版的话 我就建议你 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下面 即是如要订阅 请去以下 按进去 按进去 你就可以立即拥有这两个表 你就可以像其他用者那样 可以轻易选出那些职业团队 经常落飞得手那些 有真正实力 经有分头的冷码 OK 当然啦 如果你对职业团队 怎样选码的方法有兴趣 我当然就建议你在这里 按一按 即是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明天有新的影片 你就不会错过啦 OK 同时如果你觉得 我们的影片对你 简马的知识方面 是有帮助的话 那就麻烦在这个位置 不断意 按一个like 鼓励一下啦